美國消費性電子大展CES 正在拉斯維加斯熱鬧進行當中 到底這次的展出重點有哪些 台廠也推出了哪些新產品呢 一起帶你來看看 虛擬實境夯遍全球 在美國CES展之中 各廠都有新品或是應用在亮相 3C達人則認為除了VR 車載裝置也是2016年的發展重點 今年甚至往後推三五年 另外就是VR這種虛擬實境的產品 會越來越多 而且在今年應該就會開始 面對消費者去做 不管是VR的設備或是遊戲 或是應用都會這樣出現 然後再來另外就是車載智慧裝置 也相信也是這一年 甚至說未來一個趨勢的方向 台廠面對CES也不落人後 宏祭積極進攻雲端 要用自建雲搶智慧醫療商機 還推出6000有找的小筆電 年發科則是一口氣推出三款新晶片 主打智慧家庭以及智慧裝置 剛在台灣發表虛擬實境裝置 就是VIVE的宏達電 則需要推出二代VIVE的開發者版本 還有健康管理的穿戴裝置 而華碩除了宣布跟Google 合作推動智慧教室與智慧家庭 只有小幅更新產品線 策略比較保守 台廠部分在CES發表部分 還沒有非常明朗 主要是可能在手機上面發表的話 應該往後推到2月3月的NWC 來做發表 主要還是在基本產品更新 CES是消費性電子大展 台廠專精電子產品自然也不會缺席 要用新產品踏出台灣 有電視網站上台北報導